大家欢迎收看这视频 现在是12月9号 这视频讲一下这些东西 大盘石油黄金 然后现在的新闻主要是市场是等等待结果吗 什么结果呢就是12月15号是截止日吗 刚刚这个星期之内会不会市场有什么 就是这个美国这边会不会增加关税吗 对于1600多亿的中国商品 那么我个人看法就是在9号到13号之间应该不会有什么动作 我个人认为即使谈不拢 即使在这几天之内双方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美国这边如果说有些不满意的地方 不会在这几天之内宣布吗 他们哪怕有什么问题会尽量一直延续 就是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也是就也就是在14号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就回想起来就是我我个人想嘛就打个比方嘛 如果说真的要加水的话加过去了 按照川普的特点的话也按照他过去的这个行为吧 他一般或者说有些一般是这样子的 他不会在星期五开盘就市场这段时间加水嘛 如果你这段时间加水市场一下子会降的很厉害 所以有一种可能性是说等到市场关了之后 就是market close之后呢 然后盘后市场已经没有了关门了 然后星期六再宣布 呃要不要加税 或者是在快要到星期四号的时候嘛 那时候在在谈加税的事情 那么市场会有两天的时间 大概是一两天的时间 进行缓冲一点梳理嘛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 哪怕是在个股里面也会发生嘛 就是很多情况下公司就故意不在 在开盘的时候 或者说在交易的时间点嘛 说什么新闻 故意等到关门之后 然后再说出来 避免一下子出现大的波动嘛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这个星期到星期五应该来说 不会有什么决定 大的决定出来 我觉得除非有什么好的消息 比如说川普他想要 总统想要看到大盘继续 宽展的话上涨的话 可能会在工作人的时候宣布 然后这时候股票一直涨 但是如果说坏的话 不好的消息的话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等到 星期五market close 然后最后再宣布加关税 但我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会不会加关税 会不会真的 对1600多亿的商品加过税 但我只是说下我个人看法 就是因为很多他们会有这种操作方式 故意等到市场关门的时候再宣布 然后现在本周主要关注的新闻 就是打笔放在这里 就是一个是CPI 星期三还有联储局的会议 联储局实际上是在星期二开 好像我刚才有个新闻 然后星期三的时候会有一个 FOMC statement 然后Federal Fund rate会出来 但是目前市场的估计是不会有任何变化 因为大家知道三周星期五 美国的飞龙就业指数 还是大大超过市场预期 所以这个更加不可能 这个就是的联储局 更加不会有什么任何动作 是这样子吗 然后在三点半的时候 FOMC Press Conference 但是我刚才看到好像 那个报约会有讲话吗 我都要跟大家在这个 我发觉在今天的这个新闻里面 我上大我看到Marketwatch Bloomber Bloomber跟这个CNBC 我就CNBC这个文章比较好一点 彭博社机 基本上没什么新闻都没讲 没什么 没什么可看了 Marketwatch还行吧 Marketwatch的话 我跟大家说一个特点Marketwatch 有点在叫GlobalDAO GlobalDAO其实有点像大盘 但是它有点像美国S&P500 但是它这个GlobalDAO 是收集的全世界 包括英国 法国 欧洲那些 还有全世界 包括有日本的一些大的公司 结合体的一个盘位 所以说有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它有点像全球股市的指标 那个S&P500 应该是主要是美国国内的嘛 主要是美国国内的 嗯 对 这样这样子的 然后星期五的话是call retail sale 嗯 就这样基本价值 然后说点什么呢 说点现在有多个股票在主力附近吗 在主力附近 嗯 我这个打错了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在 我打错了 应该是这个在 多个多个股票在主力吗 然后在实验回顾 就是回顾一下 这个我的 确定view的叫实验吗 非常的顺利啊 非常顺利 远远超过了预期 嗯 经上周星期六的时候吗 就是在星球那天 星期四上周的话 第一次是 你到之前去年续亏了 123456 年续亏了6单吗 不过还要 大家看到每次单都很小吗 然后在 呃 4号的时候 星期三的时候加了98 星期五又减掉15 星期五号的时候 星期四减的时候 最后一天就是 就是星球那天吗 整整加了67.9 68.4 加了149.80吗 是终于破了一万吗 现在还有一个是 还在开的是EXC 呃 简单快速的回顾一下吗 这个是用那个 hourly chart 是比较短的吗 简单快速回顾一下吧 我觉得 其实老实讲 我更关注 目前这个实验的发展情况吗 对我 接下来明年会有 会有大的安排 大的动作吗 我可以回顾一下 跟大家回顾一下吧 这个是在这里买的吗 我EXC在这里买的 然后这里测量 然后 CTVA 回顾一下 在这里买的 在 太快了 这个是在早上买的 下午就卖掉了 这是非常 因为这个是比较短的交易吗 我可以回顾一下 是在 哦 是在 是在 5号 5号这里买的吗 然后到了第二天清晨 第二天就在这里卖掉了 在这里就结束了 后面的话他还继续涨了一些 但是跟我没有关系了 非常非常快 一两天一天两天就结束了 通常不会超过5天 下一个是EMR 涨了149点 这个是非常成功 当时这里的话是做一个 主要是做一个 在 这里进场 然后 本来想在这里卖掉 结果第二天开盘 高开吗 一下从这里卖掉吗 所以说整个 Risky我达到了 从这里买进去 这里撤掉 所以说我看看 这里达到了快七倍了 我看一下 有没有七倍了 差不多 回顾一下 我回顾一下 这里非常的 非常的完美啊 有时候就会这种 这就有点像拳雷达吗 五倍了 我中国四倍以上 我都能算拳雷达了 从 这里进场 这里蓝色的标志吗 当时止损是在这里 止损是在这里 然后 6.5倍 差不多6.5倍 我有时候 一般的使命区 也能达到5-6倍 但是很少 但是现在这个 就是说比较短嘛 现在还有手上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 EXC 我估计明天应该也能达到目标了 EXC是在 看一下在哪里杀进去了 非常的顺利 我没有想到这么顺利 在这里进场了 这里是止损 目标是在 是在这里 是在45.53吗 那天 其实星期六那天 星期五那天 差点已经很接近目标 但是后来又降了下来 我估计如果按顺利 明天应该可以达到目标 后来我就看了其他有没有机会吗 现在是没有机会的 这个是用 already chart 用一小时的图来看的话 目前我看了100个股票这里面吗 S&P100吗 已经没有机会了 现在很多很多做空的股票 我发现很多股票 现在都在主力附近 包括了 日线图的很多股票 也是很多都在主力附近吗 所以说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感觉市场 如果这周中美谈判 盘布隆的话 很多股票会降得很猛 我估计 会降得很猛吗 这周 我们再看着吧 因为很多股票现在都在主力的 基本上在支撑附近的都非常 很多 比较少 比较少 现在 没有几个 OK好 就快速看一下吧 等一下我再说详细一点 就是我的 我获得的数据吗 就是可以跟你大家快速的说一下吗 目前是30% 总共目前这个实验 是交易了83单 83单 在这里 记录回顾一下 8753.97到了1069 现在涨了1315.12 百分比是15.02 大盘是涨了 同比相比是涨了5.56% 差不多是快要三倍了 快要三倍 如果按照 如果把这个成本价再去掉的话 那这里远远超过15倍 sorry 我看一下是没错是多少 对 总共交易的减掉 其中减掉一个两个吗 这两个是出了 中间是一开才马上关掉 83单总共是对的 我看一下 51 51加上 51加上 32 83 32单是赢的 51单是亏钱的 所以说是命中率是在 38.30% 比上次好一点 38.5%吗 之前的话是在 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我在 10月28号这视频 视频吗 当时的话是 是在 12.85 当时的话在 那个视频 10月25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在 2.85 当时的大盘是涨幅是 是 大盘是涨了0.57 OK好 所以说我回想起来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刚刚好跟我的预期差不多 我一般的目前的 trade management 大概胜算是在 40%左右 40%左右 因为这个比较短线的话会 更加微难度会稍微高一点吗 命中率会 稍微差一点点 所以说大概是在 38% 到40%左右 大概是40%左右 所以说跟我想的一样 差不多是一样 跟我的 Robinhood 微博都是差不多 一般谁说 大家谁说 我跟大家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目前的操作的命中率 大概是在 肯定是没有50%的 绝对没有 但是我指的是一段 我这是长远来看吗 就是交易到 50到100单以上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个别月份会出现 命中率达到7% 但有的时候达到230% 所以平均一下 就会变成这个结果吗 OK好 现在就回到主题吧 不好意思 有点 这个视频吧 跟大家说 这个YouTube视频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日系 就是要做个日系 现在看一下大盘什么情况 我怎么搞了 都没有了 我刚才好像 好像都 记录都没有了 那个 Support resistance都没有 OK 我再画一次吧 现在的话 我看一看什么情况 我就现场画吧 这是第一道 OK 好了 就这样子吧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吗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的话 这个价格已经从上周高点回到这个低低到低到Support吗 是回的这个Support是回到了之前在10月11月27号26号18号这附近吗 一号的这附近 所以说非常的标准 非常的标准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这里是大概是3100 3130左右吧 也就是连接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里当时在 我们回顾一下上周 是在这个地方突破 从最低点的这个地方 3号开始吗 从这里12 从这个地方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形成这个力量 就形成了这个买家 就这里吗 第一道形成 这里就开始 第二次 反冲上去吗 到了这里 这里一段阻力 这里就是这个形态出现了 这里阻力冲上去 一旦冲上去 就一直往上冲了 冲到这 冲到一直往上冲 冲到这个点之后 稍微放黄 回到了第一道 第一道防线 在这个地方吗 现在下一道防线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是 谁说这是第一道防线 我按下No.1 就是这是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 这是第三道防线 我按一二三 如果说这周 如果川普要加关税的话 那个我估计要 从这里要降到这里了 估计至少要 测量三千里 就回到这老地方吧 我估计可能会回到这老地方 所以说 我们一些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讲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川普应该是不会加税 不会加那个 一千六百多亿的商品的 就是对这些进行加关税 我个人认为是 效率 如果一定要损状 我个人认为效率低一点 我觉得 但是现在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 我个人感觉 因为现在市场 趁着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在星期五 星期 星期到星期 这段时间 基本上没有什么消息 我个人觉得 包括这个联储局的话 其实市场也不关心 你讲什么 已经并不重要 还是那几句 可以说是废话 没有意义 就是还是那句话 市场 经济还OK 我们的经济还算健康 虽然说遇到了一些问题 主要的问题 就是来自贸易弹 所 贸易战所带来一些 不确定因素吗 估计还是说这些话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随着市场也并不关心 市场只关心 中美贸易 谈判的进展怎么样 而这个进展呢 在这周之内 星期到星期九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新闻出来 但是现在 我意识到 现在有个新闻 现在就是国际局势 现在朝鲜这边 就是刚刚说了什么重大的 什么突破什么东西 又射了 不知道射了什么 什么武器导弹 我也不知道 搞不清楚 然后 这里有些地缘政治方面 有一些新闻 其他方面到 在经济层面方面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的 只是在政治 地缘政治方面有一些新闻吧 OK 那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非常明显 这道房间挺厉害的 这道房间3156 但是如果说那贸易能够达成一个临时信息 那么就是这里就完直接 我估计 那在目前的标准应该能够冲到317级这里吧 应该313170是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说这周能够签个联系协议的话 基本上能够3170是没问题的 那好 现在看看私有 实意的话 现在在这主力吗 没有什么可以做长的机会了 刚好在这个地方碰了 现在有些有的回调 回调吗 回调 下一个是 环境 环境 OK 好 降下来了 不过现在我可以注意到 那么基本上这里已经可以没什么问题了 可以继续往上走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已经回到了这道房线 这个房线是属于大概是从1216号到现在 相当于 12大概是10天左右 10天左右的话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够用 Datech 应该用Aurich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 如果说有些人 如果对环境看好的人的话 我觉得这一道 这是个不错地方吗 止损在下一点地方 大概只隐私在这里 所以说大概也有 差不多三倍左右的Rest Reward OK 这是环境的情况 那我看看 GDX GDX 哇 这个地方不太好做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进场机会 GDX不行 之前的话在这里有过进场机会吗 现在已经 没什么进场机会了 我看GLD 通常情况下如果炒环境的话 我觉得这个两个板块 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就两个商品吧 一个是GDX 一个是GLD 目前看起来的话 GDGLD要比 要比那个GDX更加稳 更加稳一点嘛 这样目前看起来 明天开盘应该是散展一些了 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先看看 USD 现在是涨了0.15 但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道防线是吧 如果说能够降到这里 我就更好一点 所以现在等于出现有三个位置 哇 真的是 对 这里可以做三波 测量三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可以测三次 这里 每次都能够按照1比3的比例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来说 三次至少能中一次 只要能中一次 就赚回来了 OK好 现在看看另外一个东西 是什么呢 看看新闻吧 本灯气 市场等待 结果 嗯 取门 这里 我觉得这个CNB 我其实大家挺推荐的 有时候我比较喜欢NBCNBC原因 是因为它有时候会有一些 一些总结吧 一些总结 OK 这里是说总结 一般来说 你可以在右方可以找到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总结 有时候我根本没有可以去看下面 那么详细 我就看这前面的总结 Tree countdown is on is out to Trump 所以说这 现在就是市场 就是看你川普了 到底想要 你想要股市怎么走 你想要股市降还是升 这是由你 就是由你来决定的 OK 就市场可能会有比Rugby的 outcome 如果说这不是大家所期待的 所以说 会有很大的变化 会降挺多的 如果说真的加税的话 嗯 但是呢 分析师认为 有一点是可以注意 就是川普这个人啊 很难预测 很难很难预测 所以说他可能会 做一个你们大家 所没有想到的动作啊 但是我个人 我现在个人看法 还有包括市场 绝大度数人看法 是应该是不会加关税 他可能会 其他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 按照原来那种老方法 直接就是强行加 哇 加15%的关税的话 那个可能会 上一年收益分会历史充盈 所以 所以第四段这里讲到联储局 也这种也是挺重要 但是大家都认为不会 联储局 不会有任何的行为的 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在星期三啊 但是在星期三 然后 这有个总结吧 星期一 什么 什么经济报道都没有 星期二的时候 联储局就开始 进行两天的会晤 然后星期三的时候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宣布 一些 一些statement嘛 会有一些statement 在下午两点 然后 然后两点半的时候 联储局报道会有一些 简短的 讲话 星期四 initial claim 也就是jobless 就是失业人的 claim吧 应该是没错吧 星期五是retail sale retail sale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好 基本上这样子的 没什么太多可以讲了 然后多个股票在主力附近啊 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注意到 有不少的股票在主力附近吗 我两边都做吧 我刚才是smp100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第一个是appapp 我刚才说一下 现在都在主力 所以说这周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周 如果说 我觉得这个股票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空的一个标准的操作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嘛 所以说如果说这都谈不容的话 那这里应该来说会马上会降到84这里吧 非常降的很厉害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做空的一个不错的机会 对于来说做空的人 嗯 差不多吧 应该涨也涨不厉害了 这个就涨得不厉害 下一个是bac 大家看一下 日线跟月线 这里遇上一些问题 你看这是 说样这个是 这里很明显的拼拼吧 两个拼吧 这里上一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一个小波动的一个短线的一个做空 我觉得 所以现在市场很多做空的很多那种在resistance很强的resistance附近 bk yesbk 嗯 这里也是有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 这里 一个 然后下一个是blk blk 哦 不好意思 这个是比较适合做短线的 auly chart的 嗯 这个 我说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谁比较适合我下面 确定这种类型的time frame吗 这下面这个是属于 auly chart 用小时的 所以说如果是日线的话 其实还不太 不是太好 但是用那个auly chart的话就非常明显 可以做非常好的一个震荡 做空的震荡 bmy yes 非常好的一个auly chart震荡 可以做那个小时的 但是因为我做的YouTube频道 现在主要是跟大家讲用 主要是 呃 中 就是一般的 坚持几个星期这种类型的swing train 我觉得这种这种类型的 这种类型的短线操作可能大家比较容易 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一点 因为很多人都有工作都有上班或者有事情吗 但是如果auly chart的话 那就是需要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的 就是你的做期时间要做一些 做一下调整 那我注意到很多人 很多人都跟不上吗 所以说我就 我就没有去做auly chart的一些分析 它主要还是基于daily chart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是auly chart非常好的 包括刚刚开的那个blog law 非常标准的 还有那个bac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auly chart可以放个一两天两三天就结束了 非常动作非常快 嗯 b rkb也是属于比较 哦 这个是可以daily chart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在之前在223这附近都有一些 很厉害的阻力在这里吗 我估计 伯克西也哈萨维 这里应该不会 这里也是很强的阻力在这附近 嗯 这个是 Citibank Citigru Citigru 这非常非常适合一个 这个 short turn short turn swing 嗯 concast这里有说 concast讲的不错 concast手上 我手上有concast cop cop 也是比较适合短线的 嗯 costco CVS 还有什么fb no fb不行 g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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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这样 按错了 fb c pop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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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的不行 yeah 这个 yeah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用那个daily chart的你看看下在9月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在阻力很强的阻力NEE YESNEE这里 然后是赖克 哇 赖克这个地方 pg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在阻力的阻力非常强 然后是说现在整个市场就是很价格很高很高现在非常抖吗 稍微有些坏消息就非常这样的会会这样的停门的这些股票 那 unh 这个 这个不行 unp 不行 yes 这个不好说 微微点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等 不能够马上进场 因为这里也是一个 green bar 需要能够有个red bar 拼吧出来之后再考虑 现在还是要等一等 alright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然后 看看那些做长的股票吧 现在是相反的 现在是XOM 涨的挺多的 沃尔玛 是吧 沃尔玛 WBA UPS 这里也涨了 嗯 不然在这里 关注一下 现在是 我现在关注 Amazon Amazon现在就是可以用那个daily chart的swing 我刚刚加进去了 刚加进去了 可以在这里 这里可以做一波 JCI JCI现在价格回落一些 还不错 现在价格 基本上 还是走这条劳碌吗 走这条劳碌 这个 首先说一下 现在都是 现在这几个都是daily chart daily chart AIG 现在AIG已经刮材一段时间 现在开始 开始向上充了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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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ruments 已经 这里其实理论上讲 我觉得是可以撤了 跨卡 现在又涨越多了 这是在上前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之前在这里突破 BOOM 爆炸 爆炸 涨到会回来这老地方 现在又开始 继续往上走 LOS LOS 适合做那种 AURI chart的短线 EBAY CTV 怎么是UPS UPS已经有点 涨了有点多了 Amazon Amazon是不错 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T-Mobile T-Mobile 其实这里非常适合做 短线的水 非常不错 非常 这里非常有规律 好 基本上就讲这些 就稍微回顾一下 最近发生的这些情况 实验的回顾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想说你什么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我想 我只想说一点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做这个交易 你不需要 百分之五十几的命中率 你也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吗 你甚至可以百分之十的命中率 都可以赚钱 我知道以前有有几个 以前有叫叫 X-S-Cozy 好像叫什么来着 那个人 那个人是Train Following吗 非常强的一个经典一个人物 叫X-X-S-Coda 好像 他叫X-S-Coda 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就是他是Train Following 做得非常好吗 他的命中也是不到百分之五十 大概是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我记得是二三十 好像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那个人 非常厉害 好像是三十左右 我忘记多少了 没多少好像 所以说 我回顾一下这段时间 这个实验吗 有两次是出现连续亏五单了 两次啊 两次连续亏五 我看9月20号开始啊 第一次是亏了60啊 60加91 连亏两次 50几 加了一次90几 减掉两次 这个不算 我这个因为 这出现能为十五吗 这不算 这里是连续错四单 连续错五单 连续对四单 这个地方是暴涨 有一段时间 在11月的10月11号的时候 当时有连续 这里是加了 130几 加了100多 190多 200多 所以可以看看 这个加的幅度 是这个的十 快要189倍了 这里是减了两次 这里加加加90几 这个地方也是年税亏了 30几 10几 16 44 加的98 加的89 减减减 加减减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基本上亏了很明显 要比较多 减掉30几 20几 减掉28 30几 加上27 加点几 12345 五次 12345 60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交易 其实包括我 客服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连续很明显 这个地方开始连续适当 一下子很明显比例开始不平衡了 亏的量一下子增加 你看这里是减减减减减减 这里是连续前的12345 亏了五次之后 然后增加一次这里又连续再亏了 123456 等于说这里是从这里 25号到123号 25号到123号 12345 7天的时间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亏了11单这里吗 因为这个操作法的这个 是连续开市单吗 所以这里是连续亏了 7个交易亏了 11单 123456 789 1011 没错11单 然后这里最后马上这边又补回来了 快速马上增加了 所以当时 哇 就是说 那我其实回想一句话叫什么 stick to your rule 你一定要 这就是交易的一个难点吗 就是有时候你会怀疑自己吗 真的是要硬着硬着杠下去 硬着杠下去 不过还好 当你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当你交易多的时候习惯的时候你就习惯了吗 就是有时候 但是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吗 这里我说明说明我最后再做一下小小的总结吧 好不好跟大家总和总结 就是 我做了这个 就是我的这个train management 就是我说的这个三十百分之三十几四级吗 是我的操作组合产生的 就是我的交易的卖交易规则产生了 这个规则包括进场原则退场原则 还有包括其他的就是东西吗 组合起来了 变成这样子吗 但是并不表示说一定只能这样子做 你知道意思吗 但是所以说就是但是我的操作基本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也是这个support resistan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表示未来的话 不管我那天什么时候 我真的哪一天有做会员的话 不管是你看任何那个视频的话 你要注意点 就是大家其实的方法很类似 你可以看网络上那些那些人的操 这些很多人的这种操作方法 在网络上 其实都都我这个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主力支撑的这种交易方法 像我是这种类型的方法 你知道意思吗 大家知道吗 比如说我就是比如像大盘这样子吗 比如说这样子吧 那么我想要表达就是说 我之所以变成 并不是我变成 我38% 或者40%左右的命中率 并不表示说 你也是30%的命中率吗 也就是说 我们用的 我只是因为我的进场 脆强 跟我对市场的看法 所以有时候我会经常早点测掉 或者说 故意 故意止损吗 然后再进场 再加强 再进场 再测掉 再进场吗 会产生的现象 但是呢 如果说 我跟大家说一点 如果说 你是做期权的话 你的命中率 所以 如果你用期权的方式 去操作我这种 这种模式 这种形态的操作吗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 30%的命中率 会大大上升 我估计 应该是在50%左右 至少应该50%左右 但是因为 我是正股吗 正股的话 会经常 会经常要止损吗 不止损的话 会出现一种 就是可能 几次被你运气碰到了 你回来 但是哪一天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降个 7% 8% 10% 那就对账号有影响吗 所以说 我就变成 我的 现在我就变成这种操作了吗 还有种特点 我就是说 因为 我并不 我并不是 但是如果说 你把你的 risk reward ratio 把它固定成 我打比方 如果是1比2 就是你亏1块钱 你准备 你准备赚2块钱 那么你的命中率 将会大大 可能肯定不止 百分之 二三十几 我会大大上升 我打比方 因为我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说 比如说什么 我会出现一种 就是给个例子 GLD 给个案例分析 跟大家说一下 非常好了 非常非常好案例 OK 我记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记得上次前部 大家看我视频 应该有印象 我看一下在哪里 好像是在这里 反正差不多 我给个比方 比如说 我有时候在这里进场 是吧 我在这里进场 然后呢 我的止损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 比如说是两倍 是吧 好不好 两倍 但是我当时的目标 是什么呢 我当时的目标 可能是设在这个地方 我打比方 我在这个地方 结果没有碰到这里 结果非常非常非常接近的 结果它就降下来了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是悲剧吗 后来第二天又狂展了吗 但是如果说当时 我不按照这种方式 我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固定把它变成 1比2 2倍的risk reward 那我当时这一单 就不会亏钱了 但是因为我不是按照 固定的 因为我的 我的这个 taking profit 止盈啊 是动态的嘛 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 就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我说这种情况 就是有时候 非常接近目标 结果又被打下来 但是如果说有的人 他是用固定的模式 比如说你用 专门是 2倍的 那么你这个地方 你就赚了 我经常会发生这种 都已经涨了 一些的 挺多的吧 但是后来 呃 又亏了 你知道吗 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把我的整个 winning percentage 整个 胜算的比例 被拉下来的 但是也没有关系 但最终我还是可以赚钱了 是吧 这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 有点复杂 我有时候 如果哪一天 未来的话 有机会的话 反正可以 讲详细一点 这个是 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知道吗 就是 嗯 OK 就讲到这里吧 又讲越多了 现在 应该讲了 三十几分钟了吧 OK 好 就讲这样 谢谢 我看都 你们都提到了 对 这些股票我都提到了 差不多提到 对 DUK讲的挺多 DUK我估计要 差不了 差不了多少 我要准备 准备止盈呢 EA 哇 最近的EA 大家应该有一些 EA的这个breakout 上次我跟大家提到了 这里非常完美 砰砸上去 下来 确定支撑 反弹 一直冲上去 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breakout 非常非常好 这个breakout 好几样做聊 谢谢大家说话 然后 这个 好像都提到了吧 对对都讲了都讲了 好 谢谢大家说话 记得这个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